大家好,我是谢成慧,你的人形故事机 节目开始之前啊,先打个网告 4月17号周日,我带队去雍和宫参观游览 一座雍和宫半部满清史 在那儿呢,我会跟大家聊聊这个大清帝国三位重要皇帝的故事 雍和宫啊,现在是藏传佛教的圣地 诶,这藏传佛教它怎么进入中原的呢 又是怎么战胜咱本土的大成佛教成为主流的呢 这些内容啊,咱在英国公公都会说 除此之外啊,中国传统社会的百姓生活在那儿也有不少体现 我也能给大家聊不少 有兴趣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枚码,报名活动吧 言归正传啊 之前节目里头咱们聊过一期非洲拿破仑伯卡萨的故事 那期节目里啊,咱说这个 伯卡萨是二十世纪非洲三大暴君之一 又是独裁,又是吃人 这三大暴君咱刚说一个 今儿呢,咱就来聊聊另一个非洲暴君 这哥们太狠了啊 在他统治国家的八年时间里头 有至少五十万人死在他的屠刀之下 凭一己之力把这非洲明珠变成了全世界最穷的国家 还疯狂挑衅这美英鬼畜 说自己啊,我是摧毁大英帝国的胜利者 苏格兰的最后国王甚至公开调戏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 跟他要穿过的原味内裤 这疯子是谁啊 今儿咱就聊聊他的故事 1925年前后,具体时间啊,不可考了 乌干达西北部科伯科的一个小部落里头 有一个孩子出生了 这孩子叫伊迪·阿明·达达 他父母要知道这孩子长大之后 会给全国带来这么大麻烦 估计早就掐死他了 在阿明很小的时候啊 父亲就抛弃了一家人 母亲独自拉扯几个孩子长大 家里非常穷啊 一般来说吧 这个中国古代皇帝啊 会说自己小时候有异象 比如说这个朱元璋啊 说自己出生的时候是神龙环绕 赵匡印呢,异象扑鼻 汉武帝出生的时候 这母亲日月入怀 阿明也有类似的异象 就是能吃 逐渐了都自相惭愧 后来母亲实在养不起了 只能把阿明送到乌干达的英军里头 让他祸害殖民者去了 这乌干达里哪来的英军啊 这是因为当年乌干达没独立 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呢 阿明服役的部队啊 叫皇家非洲来福将军 不过因为他是黑人 所以只能担任这个吹士员 不过这阿明的这消化系统啊 确实非常好 吃起来的东西一点都不糟糕 很快这身高就长到了 一米九三 体重两百三十多斤 看见我了吗 黑点就是他 在这个人均影响不良的乌干达啊 属于那种绝对的巨人 当了几天吹士员 就被这英国长官发现了 哇 这么大个好家伙 不把他送前线挡子弹都可惜了 就把他调到这战斗单位 阿明呢 前后参加了二战中的缅甸战场 还有镇压这肯尼亚反抗殖民的战争 这两场战争里头啊 阿明表现的相当残暴啊 经常虐杀战俘还有平民 只不过啊 这阿明很聪明 特别善于巴结上级 不仅没被惩罚 还当了准位 这是他这种黑人能当的最高军衔 在英军服役的时候啊 阿明经常跟这个苏格兰高地步兵团并肩作战 他很快就被这帮苏格兰人迷住了呀 觉得这穿着裙子的男人太帅了 这还吹着风笛 这不太棒了 而且呢 这苏格兰一直央要独立 在阿明看来 这帮人跟我乌干达人同命相连呀 这对他今后的人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战之后啊 全世界各地都兴起了这种殖民地独立的浪潮 乌干达呢 也借着这股浪潮啊 独立了 所谓啊 浪催的 1962年 在乌干达独立这年 英国人把阿明押回国受审 为什么呀 他当年屠杀了好多平民跟战俘 送到当时的乌干达总理奥伯特手里头 英国人说了啊 这孙子啊 双手沾满了你们这个战俘的鲜血啊 你们得惩罚了 没想到奥伯特看见阿明 两眼吃放棒呀 从来没见过这么高大威猛的乌干达人啊 当时把他赦免了 还留在自己手下帮自己干点脏事 阿明跟奥伯特俩人那是臭味相投啊 一起走私军火 黄金很快挣着一大笔钱 奥伯特呢 也顺势发展了自己的势力 把这乌干达的财政军事大权 牢牢掌握在手里头 后来还把这总统架空了 成了这乌干达最有权力的人 阿明作为他最忠诚的狗 那自然也跟着一块就嘚嗦呗 当了这乌干达的总司令 阿明这人啊 野心很大 当了总司令还不满足 老想把这个奥伯特啊 干掉 于是啊 在1971年1月25号 趁着这奥伯特出国访问的时候 发动政变 没几天就把这全国都给控制了 跟所有独裁者一样 阿明刚上台的时候 为了巩固统治 对这人民啊 承诺了一大堆东西 什么四年之后主动上位 发展经济 废除这秘密警察制度 保障人权 什么好听说什么 得到这乌干达老百姓的爱戴 一开始所有人都觉得 这阿明一定是上帝派来 拯救我们乌干达的 没想到 政权稳固的阿明啊 翻脸不认人 开始了他残暴的统治 乌干达这地儿啊 里头有好多部落 其中有两个部落 是这前总理奥伯特的支持者 阿明呢 肯定要从他们俩先下手啊 派兵学习这两个部落 那就是这真是种族灭绝啊 都能杀的都给杀了 鸡都没留下来 还把这部落酋长给抓了 虐待致死 阿明这人真的太变态了 他呢 会穿着苏格兰的传统服装 就那裙子什么的 花格的那个 来到虐杀现场 边吹风笛 边欣赏这虐杀过程 完事之后呢 还得把死人的一部分器官啊 内脏给吃了 那场面真的 想想就挺血腥的 后来有一个外国记者采访阿明 问他 传人传闻中您吃过人肉是真的吗 阿明摇头上就去去 没没没 我才不吃人呢 人肉那么咸 一点都不好吃 除了这两个部落之外呢 阿明还认为 这国内啊 还有不少反对者 于是在国内进行 血腥的倾诉反对派活动 只要阿明觉得 你支持奥伯特 那你就死定了 最后发展到什么荒唐的程度呢 国内那些名字发音啊 有点像奥伯特的那些人 都被认为是他的支持者 送到刑场虐杀 比方说啊 我讨厌这赛艇队长 所有姓赛的 我都讨厌 就是这个意思 阿明参观了大部分虐杀活动 穿着裙子 吹着风笛 喝着这苏格兰威士忌 事后呢 还不忘吃口人肉下酒 杀的人太多了 后来都来不及挖坑埋了 跪的手 就把这堆死人啊 扔到了尼罗河里头 造成了这河道堵塞 甚至这水电站都不能用了 镇压完了反对派 阿明下一步要做的 那就是独台者的传统艺能 享受 当时乌伯特还剩13个部落 阿明为了表现自己这雨露军瞻 对你们都一样好 每一个部落都找了一媳妇 除此之外 他还有40多个情人 这些女人 用给他生了50多个子女 高产四母猪啊 这就是 阿明除了心狠手辣 好色贪财之外 其他方面啊 一无是处 他只上过4年小学 字都认不全 您更别提这治理国家了 在他的治理之下 这乌干达经济迅速就崩溃了 阿明呢 却把这个经济崩溃的原因归结于 你们外国人太狡猾 在我们这开店做生意 抢了我们朴实乌干达人民的钱 下令 驱逐国内所有的外国人 把他们的企业归为国有 但是 在这帮乌干达人民的努力之下 这些企业很快就都倒闭了 少了他们的纳税 乌干达经济啊 雪上加霜 阿明的想法很简单 钱 说白了那不就是纸吗 是不是 既然缺钱 咱可以印啊 于是全国上下 唯一能正常运行的部门啊 就是制币部门了 那还得了 乌干达的通货膨胀率 高达百分之一千 经济啊 彻底完蛋了 没法救了 不过这阿明啊 自我感觉那相当良好 觉得自己就是圣人啊 因为赶走了什么外资企业里头啊 有一些英国企业 所以他就自称 我是击败大英帝国男人 还给这英国政府写信 跟他们说啊 让我来当你们英联邦领袖吧 你们当的太刺了 同时呢 不忘了调戏一把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 给他写了封信 里头是这么说的 女王 想知道 真男人什么样吗 来乌干达找我 我让你感受一下 女王肯定不搭理这种弱智啊 阿明自以为啊 是这女王害羞了 又写了封信 希望女王寄一条原本内裤给他 简直他妈变态到家了 在阿明的统治之下 不少国民没招了 只能跑到外国避难 还成立了很多反抗组织 1978年10月 一直高估自己的阿明啊 发动了对坦桑尼亚的战争 一开始这坦桑尼亚没反应过来 被打了 被攻下了很多地盘 等这坦桑尼亚回国味来了 开始反击了 乌干达的真实实力就暴露出来了 一触击溃 反而被坦桑尼亚攻入国内 那群反抗组织呢 也加入这推翻阿明的战斗里头 短短半年之后 乌干达首都被攻克 阿明带着仅剩的四个媳妇 还有四十多个情妇 仓皇出逃 之后的阿明啊 辗转跑到沙特 因为他在统治的时候啊 非常支持极端穆斯林势力 这让沙特人呢 特别喜欢他 沙特这边不仅给他保护起来 安排他定居 还给他分配了一套豪华庄园 里头配备了什么用人保安厨师 阿明和他的媳妇情妇们 一直生活在那 直到2003年 因为高血压去世了 这说实话啊 说起这阿明啊 让我最伤心的事是什么呢 不是他干了什么 而是他最后居然善终了 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这种人说实话 剁碎了都是便宜他 应该把他剁碎了 撒地里哦肥去 那是他唯一的用处 生吞活泼 我他妈都显恶心 呸 不过话说回来啊 这非洲真是一块奇葩地 咱就拿这乌干达来说 阿明是没了 但是到今天 也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 好了 关于乌干达暴君阿明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我是谢正慧 你的人形故事机